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好先我知道 我是主持人千涵 今天我們又邀請了男生人說的怡真 來到我們節目 哈囉怡真 哈囉千涵 台灣現在已經邁入高齡化社會了 想問一下觀眾朋友 對自己的退休生活有什麼規劃嗎 那相信大家都不希望自己退休 還要為了金錢煩惱 這樣的願望真的可以實現嗎 我跟你說 買對了保險 就可以幫你實現願望 那要買什麼樣的保險呢 應該最近很常聽到的是 年金險吧 對年金險 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什麼是年金險嗎 好那我就先講一下保險的四大風險 好 對那其實我們保險啊 最常聽到就是 活太長 嗯 活太短 對 重疾 對以及重殘 怎麼會覺得活太長好像是不太好的事 會沒有風險 對其實 今天啊 我們人退休了之後 對 最害怕的其實就是 沒有錢 不 不是沒有錢 沒有人養 不 是沒有 源源不斷的錢 哦 對 源源不斷的錢 沒錯 所以不是怕沒有錢 對 那今天年金險就是在幫我們規劃 我們退休後 有一直延續下去的收入 那年金險好像有不同的種類 可以跟我說明它之間的差異是什麼嗎 還有它各自的優缺點跟投保的對象 像年金險的話有分成三類 傳統型的集齊年金 立變型年金 還有變額型年金 哦 嗯 那傳統型年金呢 傳統型集齊年金就是適合一些 已經要退休的人 那是另外一個呢 好 還有第二個呢就是我剛剛講的 立變型年金 是 這適合呢就是已經 壯年齊了 因為立變型它是 會跟著我們的 宣告利率做波動 最後一種呢就是 變額型年金 對 那相對的聽到變額 就是聽得出來 嗯 應該 好像是 變動性很大的感覺 對變動性很大 我們的保駕金會隨著標的波動 哦 而有所波動 所以它適合的對象是 年輕的族群 就像我們這種 對 像我們這種就是至少離退休 還有二十年的人 哦 那我應該要特別關注這一塊了 可以就是看一下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依照自己的 年紀能力什麼 然後以及風險承擔的能力 那我發現就是 年金嫌的繳費方式有分成 蹲腳跟分起腳 哪一種比較划算啊 嗯 首先我們要先搞清楚 蹲腳是什麼 嗯 對 你知道蹲腳是什麼嗎 我不知道 我還特別去查那個字 我念 對 大家都不太會念那一字 蹲著溫蹲 蹲腳其實就是一次腳輕物的寶貝 那下一個分起腳 大家應該都知道 應該表面上意思就懂 是 對 分起腳 那今天 呃 我用滾雪球的力 你腳雪球怎麼滾都滾不過大雪球 對 對 所以其實 大雪球就像我的蹲腳 一次投 一百萬下來 是 跟我分十年期投 十萬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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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萬下來 嗯 對 那一定是一百萬這個利率滾的 會比較快 想問一下年金的給付方式有哪些啊 嗯 其實年金給付方式就跟我們前面剛剛講的 繳保費的方式是一樣的 對 有分一次零 喔一次零 對 一定分期零 那這樣子有什麼實際的例子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那分期的意思就是說字面上的意思 嗯 今天保險公司呢 將保駕金呢 分期的 還給我們 還給我們 對 其實就是這樣的保駕金年金化 那一路 給給給給到 被保險有身故為止 那如果 太早過世是不是就不划算了 其實這點不用擔心 因為呢像保險公司它其實有兩項 第一個是 它會去看你的保證期間 或是保證金額 嗯 對 那保證期間的意思就是說 我跟保險公司約定了 對 對 我跟你約定說 喔這個期間這個保證期間 你要一直給我 我的退休金 我的年金 對 那一直給我我的保駕金 保證金額的話就是我跟保險公司約定說 你要給我一定的這一個保險金額 嗯 對 那假設呢我真的提早 又跟上帝喝咖啡了 嗯 對 那我沒有領完你跟我約定好的保證金額啊 會把剩下來還沒有領完的保證金額 再退還給我的收益 喔原來如此 那最後想問一下 如果真的要買你的金錢 有什麼特別注意的地方嗎 就怎麼跳比較有力呢 嗯 其實 我們今天要規劃你金錢的話 要先知道自己離退休的距離還有多長 以及 我們退休金的缺口還有多少 還有 年金給付的 種類 有幾種 這些啊高低多寡 都是可以幫我們做接得的 謝謝今天宜珍對我們的分享 那以上內容就提供給觀眾朋友們參考 好現在我知道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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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짝verage róż 黑